今天我们继续讲解复制器动画 首先来看一下我们的课程大纲 上节课我们讲解了复制器动画的基础效果 那这节课我们就来建立一个球形复制器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最终制作出来的效果是怎样的 看到屏幕中就有了这样一个三维旋转的小球 这个小球看似是有一个三维空间的效果的 好,那今天我们就来制作这一个动画案例吧 首先来到Motion 5 我们同样修改一下背景颜色 我们选择一个白颜色 修改一下背景 好,我们首先建立一个圆形 形状 下边修改圆形的颜色 好,选择圆形 我们对它进行复制 在屏幕的这个地方 同样是我们的复制器按钮 选择它 复制器就出现了 我们来到检查器 在这个里边 我们需要把3D选项勾上 这个选项非常重要哦 好,下边就是来选择形状 我们选择球形 然后排列 选择外框 我们来旋转 试一下 能够在监察器里边看到 现在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 类似三维空间一样的球形 但是它并没有像我们案例制作中的那样 像一个完整的球形 那么接下来就需要选择这个地方 使角度对齐 这个按钮特别的重要 我们来看一下勾选它之后会出现怎样的效果 好,在画面中我们看 这个小球已经变成了一个球形体的感觉了呢 对吧 在画面中它已经类似变成了一个球形体 而且中间是透明空虚的 只有我们建立的圆形来组成这个球形 对吧 好,现在继续对单元格进行编辑 来修改一下蓝和行 我们在屏幕上可以看到 球形的圆形数量在改变 好,这里还有随机性 也可以供我们选择 大家对这些 什么比如缩放点 缩放颜色 角度等等这些素材 这些控制点都可以进行拖拽和尝试 让你能够对复制器中的各个控制点 有更加深入的了解 好,此时你看我如果拖拽群组 那它的3D效果就消失了 我们需要选择复制器 然后再对它进行旋转 看三维效果还是一样会出现的 好,现在我们再继续对复制器进行属性上的编辑 我们想让它旋转 我们建立关键帧 好,鼠标向后拖拽 我们继续建立关键帧 使它的外轴有一个变化 好,我们让它播放试一下 看到屏幕中这个复制器球形 就可以旋转了 我们修改一下复制器的大小 全屏播放看一下 好,这个球形就已经可以旋转了 对吧 而且它是有了一个三维球形的感觉 这个地方我还想继续 继续为复制器进行旋转上的编辑 好,现在我们继续重新修改一下 这个球形的关键帧 我们先来修改一下它的初始位置 然后再来到时间轴的后边 对它的结束关键帧进行编辑 我们再来播放试一下 看到此时就能够看到这个球形 是有一个三维旋转的感觉的 那在这个地方 为大家讲解的主要就是 复制器中的三维效果 那么它还有立方体 我们下节课再继续为大家讲解其他的三维效果 好,那这节课结束的同时呢 希望同学们能够在课下 对复制器中的三维效果多多练习 这样你才能够熟悉掌握复制器的更多选项和效果 好,同学们我们下节课见